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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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是休息 還是需要從一些小事上 覺知到快樂 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不要太多 就說不管你做什麼 到誰也罷 就是你想做也罷 不想做也罷 都沒所謂 都不要去折腾自己 要讓所有的東西是自然的流浪 不要刻意說 今天我就不想到這個水 我就不想擦這個桌子 說我要去菩薩道 我應該呢 或者說什麼 這些折腾 也可以想 但是想的時候就說 盡量的老子 不要這樣子轉來轉去的 不要刻意地說自己又怎麼了 又丟了 或者又結起來了 又丟了又怎麼 老是這樣子 這樣子 當你不想 我今天真的不想幹的時候 坐在那兒去尋找為什麼 而不是去做 就是說我今天我就不想擦這個桌子 那你就坐在那兒 看著自己 我為什麼不想做 一定要找到原因 比如說我身體不好 我今天很累 或者說我 我覺得這個我不想做 我就是不想做 那肯定是有 或者說我就是累了 或者說我煩 或者說什麼 找不到就發呆了 就不要腦子折騰自己 就是有些 然後盡量地能出一些 付出裡面 就說不管是插座或者是什麼 你能去找到快樂 哪怕是 只要你覺得這個事情不是自私的 不是自我的 做這件事情 不是在第一年你沒考慮到自己的得失的利益 那這件事不管能不能利益到別人 利益到別人 那這件事情對你的修正是有幫助的 那你就應該出離別獲取到快樂 因為它快樂不是來自於利益到了別人 是因為它對你的修正可能會有幫助 也許你到一輩子可能沒得去和你過一戶 誰沒得和 那可能不一定利益到那些很多人 但是你在做這個事的時候 因為你的髮心是散的 所以你會感到快樂 然後因為你做這件事 可能因為你髮心是散的 所以你會對你的心血有幫助 會有散爆 所以你快樂 知道嗎 要從這些裡邊尋找到快樂 不要說 這個好像很幼稚啊 或者是什麼 幼稚就幼稚 我放個三心我很快樂 我做個三年很快 沒關係啊 我們已經都走得太 人情事故懂得太多了 平時我們太圓融了 或者太圓化 或者很多我們這一生啊 三四十年走過來 大家都是人到中年了 其實我們腦子裡已經不夠單純 就說沒有什麼好不好 成熟也是個好事 但是我們無法從威脅的裡邊 獲取到快樂 除了和笑的一點點小事 或者我們還無法從 休息裡邊獲取到快樂 像我剛才說 只要這件事對我休息有幫助 我就能快樂 我們還不能這樣想 我們可能只是說 利益到別人了 我幫助到別人這個快樂 但是我們會翻過來想 這件事也許我沒利益到別人 但是對我休息是很有幫助的 對我的成道 我就值得我快樂了 就是這樣子 這些都是功德 威脅的功德 這些功德有時候很大的 因為它會慢慢地讓 讓這種善心成為品質 只要你這樣訓練下去 你就變成品質了 你明天你做事的時候 你想都不想就那樣做 那個時候成了品質 你知道是什麼 當那種東西成為品質的時候 你就是菩薩 你還管它幾滴幾滴嗎 你還管它等地不等地啊 它就是個菩薩的品質 菩薩什麼叫等菩薩 那些慈悲 那些愛心 那些利益別人的心 那些能夠為求無上正等真決 無以善行而不為的心 那就是菩薩的等級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還拼命地去坐在坐地上 要正到個什麼境界才是菩薩 那就是菩薩 你具備了菩薩的品質 而不是你長得像菩薩 而不是你長得像菩薩 不是你明天會講社會菩兒 沒用的 我告訴你 你明天坐在講台上 你把社會菩兒講 背得呱呱呱來熟 沒人認你是菩薩 當你在桌子上流露出那種品質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認為你是 這就是菩薩再來 那我們可以也通過修正來完善這一點 更圓滿一點 但是這個就是 把所有的善行回效為自己的修正 就是慢慢地慢慢地這樣去去尋找到一些樂趣 否則修正很漫長 我們一下子有果味上獲補圓滿的果 得不了果的時候 我們還看不到快樂 那麼我從哪 因為每件事情 哎呀 回效到我修正了 對我修正有幫助了 我就應該喜悅起來 那些悄悄地喜悅 悄悄地喜悅 它又伴隨於一直幫你圓滿 如果連菩薩都不是 我們還成佛了 佛果就沒有 菩薩就是那棵果樹 果子就在樹上結束 所以你要那個果子 你就得先種樹 是吧 現在只是種子吧 就讓我們見地有時候播種 這個我們這個地方很小 麻羊故事也就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就算是每 超級人多二三十個人 最多不過五六十個 就每天這麼多人 全部聚在一起 在宇宙外邊看 再往翹起來看 就一瓦螞蟻 一瓦螞蟻小小的魚 在這兒就是說 每一個人就是說 你們自己內心 每天要去 也沒有什麼 照寫 照寫我們能力啊 才華的地方 就是自我的東西啊 或者什麼 每天要覺知到 也不要怕說 你付出的多了 他付出的少了 或者是 在這兒就是說 不必要去 就說像世俗那樣去 去那麼的 去想很多 這兒大家是平等的 不管你在做什麼 都是一樣的 首先你要有平等性 不管我們誰做什麼 都是一樣的 都是平等的 都是佛 都是如人 沒有誰更優秀 沒有誰更不優秀 都一樣 不管你做什麼 大家都在菩薩道上 就像在推個起跑線上 都要奔向佛國 這是哪一塊兒更需要 不是你不能說怎麼樣怎麼樣 就說 有時候說這兩天啊 叫高啊 而且說啊 你看我也保不上嘛 或者有時候說啊 打字我打字麥啊 我們就會遺憾嘛 其實將來 誰是 那打字快的 就可能他就去做 就說 沒有什麼 不是說一定要說 做什麼就是更好 那他打字我就倒杯水 無所謂 你倒那杯水 功德也很大 那就是說 不是說他打字 就是一個很高等的東西 我倒水就是個很低等的 真的不是 你一定要分析出你在成佛 你在成道 如果你不能把那個成道法 那個果位看得很重的話 你就始終被野切 這一點點又開始迷惑了 又開始轉了 就會不舒服啊 就會覺得 怎麼樣 我也想 我想做我那件沒做過的事 就像小孩子說 那件事我沒做過 我也想做 那件事我做的時間 我不想做 但是有時候換不掉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要這樣想 知見很重要 你怎麼想 你的心會怎麼樣長出來 你的果 就是說你的心就會長成 就會擺動 波動 就是說你的心 先是知見上你要對 而且你們都是人才主 每個人都會 都會有自己的用物之地 只是 各死各的 只是這個時候可能有些事 你做 效果沒那麼特別好 你如果速度沒那麼快 最後成績沒那麼好 都無所謂做什麼都 在這一生裡面 這些事 就公司的一些事 不管打野鬼 一把野鬼 大家 能做點啥 就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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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點啥 並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難 也不是在生命裡 也不是一個 做每件事的時候 絕照自己的髮型 就絕照你的髮型 你可以選擇不做 今天你真的很難很累 很就是不舒服 你可以選擇不做 沒關係 絕對不會有人說你 這個人成不了道 這個人去髮型有問題 沒人說你了 你休息一天兩天或者我 我不做 甚至拒絕沒有 但是一定要知道 你那一刻在想什麼 你為什麼不做 你為什麼那一刻 沒有以大局為主 以利益為主 就是說那一刻 你看 你對自己的絕受 那麼看重等等 你一定要去絕跡到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道你在什麼狀態 就可以了 你可以選擇做或者不做 都可以 甚至你說 我今天 我就坐著呢 我就藏在房間睡覺 我就不出來 我死活不出來了 我小丑了 我不多人了 我也不情不殺道了 跟我沒關係了 這個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我小丑 我遲早 我要小丑佛 我還得出來 你的界底一定要知道 但是 但是明天你出來了 人家別人罵你的時候 不要自身了 人家在那小丑 你看你躲在房間 人家無勝了吧 因果自身 然後人家都扯到666跑了 你吃兩天 你別哭鼻子 人家都肥了 人家都肥了 然後你就因為躲在房間 沒出來那兩天 遲了兩天 告訴你 所以人家都跑著 你在後面不走 不跑 還在後面 趴啦趴啦的慢走 睡覺去了 不走的話 那你就遲了 就是晚一點 人家要有人發慈悲些 等你就等你了 不等你 人家跑了 是不是 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 都是給自己造的 你造的因 不要以為 我們一開始 就給這個世界 付出很多 不要以為這個世界 缺了我們不行 缺了我們哪個人不行 知道吧 我每個人 包括我都是一樣 你扯了這個世界 還在轉 是不是 所以不要把自己 我們自己看得那麼重 當我們成佛以後 我們才真的 成就以後慢慢 真的要越來越高 才能給這個世界 帶來更多的利益 這個世界才會覺得我們 看中我們 我們也自己覺得 哎呀 活著能多做點事 否則 有啥呢 每件事都給自己造點障礙 造點陰兒 會想沒什麼繼續修吧 嗯 這些這樣的心下去 會心 你還可以吧 挺開心的看 你還行 你還比較充實 還還行 也就是說 不管你在任何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的心有時候真的是 要麼就是太大了太遠了想的 或者是不知道 你無法從一些很小的事情挨住自己 挨住自己 挨住自己 就是說有時候 也許是野心太大 也許是想法太高 報復太大 妹妹就說 又會洗 為了隻貓 牠也就洗了 沒想那麼多 就是說為了隻小貓啊 生個小貓了 為了隻貓倆了 我是舉個例子的 然後去打打字了 就這樣就過了 少年怎麼樣也八歲吧 就那樣 大家也就那樣 也有煩惱 也有吵架 也有熱 也有苦 但是最起碼 我覺得你還能 可充實 就是你的修行生活 還是蠻充實的 大家說 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得 為了隻貓啊 我貓都得 你們也不要為了充實 在外院子裡 只要為了操 但是我就說 其實生活 就是說不要認為我們是什麼大人物 首先在意識層面 我們每個人都是佛 但你不是大人物 那麼不是大人物 我們就不可能這一次 有時候我們一生可能 做不了幾件驚切動地的事 記者 你明天你磕 當你走到那一步的 你能做啥就做點啥 先不要去想那麼高 先看眼前你在幹什麼 你眼前就住在這段樓上 你眼前下來就在這個月子裡 你眼前下來就在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沒有好也沒有不好 但是這個世界的人是早下的 他們也不再看著你知道吧 那麼你目前你就是這種狀態 那麼目前在這個環境裡 你能你充實不充實 你的心在哪 你在這個環境裡 有沒有安住過一天 在這個環境裡 你怎麼樣讓你的生命變得燦爛 變得精彩一點 讓你的生命在這兒 挨住在這兒 有一點溫暖 有一點愛 有一些很多東西在這兒 美好的東西在這兒 明天即使我們離開這個地方了 或者搬了或者是去了哪 這兒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啊 不管你走過哪兒 都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給你 我們年裡越大越沒有美好的東西了 留不下 不是說我們說 哎呀修行是個很高尚的行為 所以那一年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回憶 不是這 修行也是個生活 是在這兒這一年的生活 讓你感受到了 是點點滴滴 讓你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點點滴滴在哪 會想到毛死了 那也是點點滴滴的東西 我死了我好不舒服 我的毛死掉了 我的舉例啊 那不舒服也是很美好的東西 是不是 在他生命裡面會留意 就是說 很平凡 很平凡 但是很充實 其實這是我們按住於目前 每個人按住於本來 就是說你野下狀態的一些修行方法 在哪兒就做哪兒去做 安安穩穩的 他可以在 我來住海了 那未來去哪兒都不知道 那我來住海 我在搖台上做點滴 我在月子裡搖幾隻貓 我覺得他的這個狀態 他的心態很好 真的 這個心態是 就是說他會讓自己的生活 變得充實 完美精彩一點點 但是我們大多數人有時候 又修行的時候 一切如壞 心也丟了 然後 修得既不空也不用 然後呢 除了能夠吸引到我們 絕受欲望的 然後強力刺激我們的事 剩下的好像 啥也不知道 啥也不在意 但各式各的 各式各的 修行 就是說角度啊 方法 這個沒有什麼對錯 這是我們會更多的 好多的 好多的 是 對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